中國官方及民族主義者認為 2020年的美國疫情失控及大選亂局 見證了中國崛起、美國衰落 你可能會不認同這種說法 但美中兩國的力量平衡 在2020年的確發生了此消彼長的變化 認同中國崛起、美國衰落的人說 中國的政治體制具有西方民主制度沒有的優越性 中國抗疫成功就是一個極好的例子 《超限戰》作者 《退役大校王雙瑞》最近在觀察網看文說 在這次抗疫鬥爭中有聖役國和敗役國 中國是聖役國 而美國很可能會變成一個敗役國 因為現在它還在那個泥坑中出不來 這種說法其實就是中共宣揚的觀點 即是習近平領導的中國取得了抗疫成功 顯示了制度自信 因此中國老百姓對西方的制度迷信應該要醒醒了 一些原本對美國制度有好感的中國老百姓 也真的開始相信中共的這些宣傳 他們說這次疫情就是他們的一個心態轉折點 西方的抗疫失敗證明了美國制度確實沒有優勢 中國抗疫成功證明了中國的崛起 和西方強國不可以逆轉的衰落 人大教授金燦榮說 原本中國大部分老百姓對美國還是比較佩服的 但近年來特別是疫情爆發以來 老百姓認為中國的制度優勢是越來越明顯的 疫情爆發之後 他們特別支持政府採取更加強硬的外交政策 回擊西方的批評 有意思的是西方一些嚴肅學者也承認 美中兩國力量平衡在2020年的確發生了有利於北京的變化 英國智庫經濟與商業研究中心 近日就推出了研究報告說 中國將會提前5年於2028年或者之前取代美國 成為世界最大經濟體 而它主要的原因就是 中國對於新冠疫情的精明處理 和對高端製造業的產業政策 贏得了相對於歐美的經濟增長優勢 不少西方學者認為 美中力量平衡的變化 一方面是由於中國綜合國力的提升 而另一方面就是由於美國自身的錯誤 美國前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研究員 麥克爾·C1 對美國有很多批評 他認為自新冠肺炎疫情以來 美國的形象在全球範圍內受到了嚴重損害 加上美國近年來破壞了和很多盟友的關係 外交能力出現下降 海外經濟影響力在某種程度上有所削弱 哈佛大學教授格爾·利森就進一步認為 美國和中國已經陷入了經典的 修飾抵得色對立中 新興大國正在威脅取代首成大國 而且這種態勢 正以有史以來最嚴重衝突的方式加速前進 在我看來 中國的樂觀和西方的擔憂似乎各有道理 美中兩國力量平衡在2020年確實發生了 對中國有利而對美國不利的變化 但這種變化趨勢會否持續下去呢 分析兩國的硬實力和軟實力方面的各族態勢 我認為這種變化趨勢難以為計 原因如下 其一 中國認為自己在處理疫情問題上具有制度優勢 其實並沒有說服力 亞洲一些不同於中國專制體制的民主國家 比如南韓和日本還有台灣都處理得不錯 畢竟政府過度膨脹的制度自信 可能導致中國高估了自己的實力 低估美國的實力 今天的美國仍然是這個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 依然有強大的全球輻射力 其二 雖然中國和美國在硬實力方面的差距 正在縮小中 但在軟實力方面 差距似乎正在擴大中 中國的以經濟和軍事為代表的硬實力 近年來有明顯的提高 的確拉近了與美國的距離 但中國的以制度、文化、意識形態影響力 為代表的軟實力正在下降 這樣充分地體現在2020年疫情爆發之後 中國強硬推行戰狼外交和口罩外交 以廣受世界各國批評的各種問題上 其三 對美國軟實力的恢復 無需太悲觀 明年中 美國借助於疫苗的大規模普及 將會走出疫情 那時美國將會迅速恢復經濟活力 而美國政學兩屆已經開始對美國的抗疫失敗 和大選亂象進行檢討和反思 相信這些亡陽保留的糾錯機制 很快就會開始運行 此外 在特朗普政府正式確立 中共為文明世界的最大威脅之後 拜登團隊也意識到 美國憑一國之力 已經很難應付實力急劇盤脹的中國 因此 重拾和歐洲盟友的關係 尋求亞洲和大洋洲盟友的支持 結成廣泛的反中共同盟 已經是當務之急 儘管2020年的新冠疫情全球大流行 令美中對抗發生了對中國有利的傾斜 但中共極權體制 根本就不具備戰勝國際主流社會 普世價值的內在機制 這是美普的評論 歡迎收聽《自由華洲電台》 我是趙子浩 開撞到星期傑 時間到心 Да 了 非常 字幕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